好 我找被你 那你要不要我们帮你叫救护车 那不行 已经烧家了 青岁小男童无助坐路边 脚受伤痛到没办法走路 看到警察叔叔来了 就像看到救星一样 要警察叔叔带你回家吗 警察叔叔背你吗 要喔 好喔 远警超温柔的语气打开男童心房 而对方左脚红肿发炎 警方劝作也不去看医生 但一听到有爱的伯伯 立刻答应 孩子的童言童韵 让警方瞬间苦笑不得 认识的吗 好 他说要我背他回去 脚有怎样吗 他说要被蜜蜂遮到 可以吗 好了哈 可以 警方日前获报 有一名男童受伤坐路边 因为被蜜蜂遮到脚 左脚伤口突然疼痛无力 警方随即蹲向将男童背起来 一路呼送 家人看到也都相当感谢 由警方的暖心协助 才让孩子平安返家 记者卢俊杰的彭与飞 台中采访不到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